本期视频我们来简单聊聊 摄影初学者到底如何才能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 如果屏幕前的你刚好也喜欢摄影 或者是正打算学习摄影 千万不要错过本期视频哦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影像派 我是阿文 以前我的视频一直都在教大家如何修图 教大家一些修图方面的技巧 今天我们来简单聊聊摄影前期 也就是拍照这件事情 毕竟如果我们前期拍摄的时候没有拍好 后期我们即时做再度努力可能也是徒劳 我经常能收到一些小伙伴给我的留言 他问我,我现在正打算学习摄影 那我到底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单反 或者是什么价位方面的微单 再或者是我正在纠结 到底应该买单反还是买微单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 好,我们先来简单聊聊器材这一块 我给摄影初学者建议是 你不需要买任何相机 因为你每天使用最多的手机 就是你学习摄影的最佳工具 为什么我不建议他们买相机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现在我们的手机的拍照功能已经非常的强大 有些功能已经超越了一些相机 此外,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 而且它非常方便携带 因此手机会比相机来得更加实在 使用频率更高 走到哪里就可以拍到哪里 第二方面 如果你为了学习摄影 而去买一些比较贵的单反 或者是买一些微单 这样只会增加你的学习成本 我不建议他们买相机 并不是我否定设备的重要性 设备当然很重要 但是对于摄影初学者而言 不管是多贵的相机 对他们而言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刚学习摄影的时候 你只需要找到那种感觉 先把自己的兴趣培养起来 当你学到一定的程度 到后期技术有了慢慢提高 再买相机也不迟 既然有一部可以拍照的手机就可以学习摄影 那问题来了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才能拍好一张照片 有很多初学摄影的小伙伴 我知道他们通常的操作就是 先买一堆摄影方面的书籍回来 或者是在网上买一堆摄影课程 然后拼命的学学学 这种做法我是不建议的 根据我的个人观察 去阅读那些摄影类的教材 通常会降低自己对摄影的兴趣 最终会因为对书籍的所然无畏 然后转嫁到摄影上来 从而失去了对学习摄影的动力 我不建议初学者去购买那些课程 或是买一些书籍 并不意味着理论不重要 我对摄影初学者的建议就是 你在拍照的时候要紧记四个字 少记是多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你的画面中的元素越少也好 你拍出来的东西越少也好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凸显 你要表现的主体 让别人一看你的照片就知道怎么一回事 为了践行少记是多 这个拍摄原则 我有四个简单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靠近主体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拍的不够好 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 这句话虽然有点点极端 但是它是有指导意义的 比如说现在春天来了 我要出去拍花 你不能看到一堆花 有一片花在那里 然后就疯狂的拍 疯狂的拍 这样拍摄的照片当然不好看 你应该做的事 我只拍其中的一朵花 为了拍摄那一朵花 所以你要不断的靠近主体 尽可能的靠近你要拍的那朵花 而为了你的花的背景 不至于太杂乱 你可能还要蹲下身来 降低你的拍摄角度 这样你拍出的花 才不至于太杂乱 第二个是变焦 好了如果你已经靠的非常近了 但是你离花依然很远 比如说一些比较高的花 像木棉树这样很高的花 如果此时你已经无法再靠近主体 那你要做的就是变焦 现在的手机都是双摄 甚至是三摄四摄 变焦功能非常强大 2倍3倍甚至是5倍10倍的都有 我们变焦目的是为了锁定 我们要拍摄的主体 使其更突出 第三个建议是变换角度 如果你已经靠足够近了 而且也已经变焦了 但是拍出来的画面依然一片杂乱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可以围绕你要拍摄主体 多走动多观察 变换几个角度多拍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角度 捕捉到背景更加简洁 也更加漂亮的画面 好的 如果前面三点你都已经尝试过 但依然不奏效 你还有最后一个选择 那就是后期裁剪 后期裁剪非常的方便 可以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元素 通通排除在画外 当然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就是会损失很多像素 因此我们只有在破误得意的时候 才会对画面进行大量的裁削 从而突出我们的主体 好的 以上就是我对摄影初学者的一点拍照小建议 看到这里的朋友 希望给我点赞支持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为我点赞转发 关注影像派 一起感受影像的魅力与精彩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